你好,政治揭露,喂,大家好 片段出街,5月19日 喂,大家好 今天可能沒有那麼多新聞 主要有一個sud channel 就是他開了Telegram 他是群組的管理員 他被群組不斷說一些殺警、刺殺警察 推動暴動 2019年這個Telegram 可以說是罪大惡極的 現在判了6年半 很多帖不是他出 他只是開個group 設定炮台 讓人開炮 但是呢 現在是入罪成功的 坐了6年半 稍後才會說一些案情 另外其實我想也是要 處理一些我寫過的帖 關於我個人的一些澄清 我覺得那些澄清也是重要的 因為 我起碼說清楚 喂,我的什麼立場 我怎麼看 被人去嘴擊或者搞 究竟是什麼事呢 待會我先去說 我寫了帖也是我想讀一次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想跟著六四的事情 六四是33周年 我已經是連續第五年 講六四真相了 2018、2019、2020、2021 講了四年 今年是第五年 你說說來講去 有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是有意思的 今天呢 我們這些正常人呢 是被西方抹黑 就是你愛國 你支持共產黨 被人抹黑 說共產黨亂殺人 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是 已經變成了一個邪教 變成了香港這群黃絲的意識 形態的根源 在六四事件上來 你要消滅黃絲 令到他們脫離邪教 真的要講六四事件 好過我們先進正題 也請大家訂閱 何止江有愁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鐘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好 那我們就進正題了 首先第一件事 我真的都提一些政治的散碎八卦 這些是一些傳聞 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但是我挺開心的 就陳肇始一定是不能留下的 因為香港死了九千多人 他也不用負責的 那麼現在有個傳說 是盧寵某會出任 醫衛局 因為現在將會 將食環署搬去環境局 環境生態局 那就是以前環境局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什麼做 現在就管了生態 管魚農署 食環署 這些清潔城市的東西 給了環境局去處理了 那麼這個原本的食物和衛生局 變成了衛生 醫療及衛生局 將會由盧寵某負責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呢 當然希望是真的 因為盧寵某呢 都是在過往這段時間 我覺得真的是比較正常一點的 學者來的 因為他在港大做事 那時候呢 就是李國章要做 要做 要做 港大的 校委會的主席 那麼 軒來有一大堆人 嘴擊李國章 那麼 當時呢 盧寵某呢 都是 相對 同學班的學生 有衝突 那麼 後來呢 他就是被那些人焗暈了 那就是 事實上的環境事實上太差了 焗暈了之後呢 那些人就說去插水 那麼後來呢 農曉文就沒有留在港大 就去了港大 深圳醫院了 那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呢 盧寵某呢 是一個相對比較正常的人 我希望呢 真的他回來香港呢 做局長 那麼我覺得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嗯 不知道怎麼安排 當然 另外呢 就陳志思呢 也都傳聞他不作留任 但是有些人說 就說李國章會做行政會議召集人 那李國章來說呢 他好像就做了資格調查委員會的其中的成員 那麼李國章應該在中共的角度呢 就確認給一個比較正常的人 不過呢 港大比較黃 整體的校董會呢 很多人都很黃啦 幾十人 那麼 你說李國章可以完全 令到港大沒有那麼黃呢 未必那麼容易 但是李國章呢 基本上的表現呢 怎麼都好過 陳志思的了 陳志思 也都有不少人 在警察那邊的消息告訴我們 就是說陳志思呢 是要求呢 調查警察 在2019年究竟有沒有實施警暴 真是黃到混蛋了 我都說了 政府部門很多人都很黃的 陳志思就是了 是吧 劉利群甚至不撕蓮籠牆 是不是 什麼都好 黃在政府 在建制派 是存在 是一個事實 我只是說一件真話給大家聽而已 另一件事 我又不想浪費太多時間 但是 都要說的 就是蕭若元呢 搞的時代兵室呢 是那些雞肉呢 是沒有煮熟的 雞肉呢 是不適宜不煮熟的 牛肉就可以 雞肉是不肉 不應該是這樣 但是 蕭若元呢 當然 那個人就遠走高飛 在台灣 但是他 仍然留有生意的 他把8079 賣了 奇怪怪 又賣得便宜 幾百萬左右 現在呢 做食肆又是一鑊肚子的 證明這些黃絲呢 基本上是漢奸 人走了留在香港呢 都是遺害香港的 就是我們對黃絲的需要打擊 我覺得是應該的嘛 譬如說剛剛 這個sud channel 他是telegram的群組 他有很多人放一些 2019年要殺警的資訊 譬如說怎樣去做一些武器啊 各樣東西 你聽下去呢 怎樣暗殺警察啊 怎樣去拿腐蝕正液體啊 怎樣圍攻啊 各樣的東西 可以說是罪大惡擊 但是 你要想一件事 搞一個group 你變成了一個炮台 給別人發放一些資訊 是說一些很邪惡的事情 但是那個管理員現在就告訴你 他是要坐牢的 我真的要借題發揮 你說你何志光那麼煩啊 這樣 但是 你說香港 何敬康 或者新民黨 是不是應該要追究責任呢 有些正常網友叫Ivan Nam 在Say Hong Kong那裡說 為什麼無線有個主持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市行程啊 還是什麼 那女主持戴黃口罩 那很令人反感 即是Ivan Nam是正常的 但是下面就開始有些黃絲鋪頭了 這個時候還分什麼顏色 為什麼不分顏色呢 他們的黃絲要戴個黃口罩 戴個 如果他們可能用光了 他們那些FDNOL的口罩 Find Demand and Find Demand and Low One Next FDNOL的口罩 那時候是紅極一時 戴著個黃口罩 寫著FDNOL 那法庭是不讓他們戴這些口罩上庭 或者戴黃色口罩上庭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知道的顏色 表達一個港獨立場 為什麼 這個群組會容許一些黃絲 在阻止我們星土 無線一裡面的黃絲呢 正如我昨天說 你說香港有人去放一些假信息 去攻擊我 那你何健康當然有責任 就是Adrian Ho 是不是 或者說你的群組發放說 要擁護林鄭的信息 那你說林鄭生日了 我們要慶祝 去勞虎公高 那我說 喂 林鄭真是整死我們香港這麼多人 你怎麼可以歌頌的 那你說香港是一個餓粉組呢 其實就給人感覺很明顯的 因為裡面很多黃絲 說鬼話嘛 我是說過事實而已 我是說過事實而已 就是說我有些 你說不要罵來罵去 我說沒有什麼說 罵不罵來罵去的 我是需要說的 大哥 我呢post one 2021年8月30日 政壇新秀的 一個 一個條link 當時呢 梁思雲因為要選選委 他呢 就沒有辦法做節目 因為他要 他不是自動當選 那所以呢 他要參與競逐的時候呢 他不能夠做節目 那當時呢 就找了何志光 和黑超去做節目 我和黑超呢 還是一起做節目的 2021年8月31日 時間座標清楚 你聽不清楚 在2021年 9月我好像去第二次政壇新秀了 當次的直播呢 好像我有八千人的直播 但是之後第二次呢 就五千就停了 我感覺呢就很強烈地 被油管打壓啦 是吧 但是什麼都好了 當時呢 我和政壇新秀 與 黑超 高重傑呢 還沒有翻臉 這個是很清楚的 黑超 高重傑 刻意 散改歷史 說我2020年11月 什麼性情大變 雲雲 但是2021年的8月31日 我迎和黑超做節目 2021年的10月 其實呢 exactly是9號 我寫錯了5號 待會我改回 就說 在自己的節目 說 林鄭是有責任能力 等於替林鄭連任助選 但當然那個節目裡面呢 我最近剛剛再聽說 我自己不是替林鄭助選 高重傑這樣說 但是你又說 的而且確 無可爭議 林鄭是很打得 很有執行能力 喂 大哥 他舉的例 是說什麼 這個政制的改革 中央 他叫了下來要政制改革 那麼他就能夠執行 但是那樣東西呢 是中央將政制 把政制 把政制改革 他就能夠執行 但是那樣東西呢 放了下去 將那個新的 基本法 那個附件一 附件二 將政制改動了之後呢 是直接 完成了更改之後呢 林鄭去修改法例 那麼這個修改法例呢 如果林鄭不執行呢 其實就是中央可以馬上抓她的 說她叛國的 所以她 林鄭那個所謂的執行力呢 我覺得高重傑的稱讚 是不合理的 無論如何都好 當時2021年的10月9日 高重傑 稱讚林鄭有真行力 我就不滿她這個說法 我覺得這個是替林鄭連任助選 所以我大約一個 即是一個 她9日出完片 我想大約一個星期左右 我就罵她了 開始 同一個月 黑超開始替高重傑 反擊我 說我偏激 意思就是呢 我反對林鄭連任呢 就是偏激 我馬上和黑超決裂 決裂後呢 黑超呢 是直接出片 是支持林鄭連任的 你們自己查一下 10月的時候 黑超有沒有支持過林鄭 我不排除黑超會收這些片 但第五波出現之後呢 林鄭已經成為香港的歷史罪人 高重傑就開始假裝自己沒有參加過林鄭 現在就散改跟散改歷史 說我和她們的決裂 是因為呢 其他原因 又說我收了某些建制派的人的錢 去攻擊她們 我想告訴大家 參加林鄭連任 是有大量經濟收益的 因為林鄭一直都是保護地產 空置稅是不做的 明日大嶼說了是不做的 大哥 那個樓價是長期高企的 接著公屋排隊的時間 已經增加到六年了 平均 事實上呢 如果你沒有子女的話呢 你又排不止六年的 大哥 這些是保護一些劏房業主的利益 保護地產商利益的事情 林鄭是做到盡的 所以有一堆香港的本地財閥 甚至是外國的勢力 想林鄭連任 這個是很明顯的 接著呢 漂白林鄭是有錢收的 同時也是自保 林鄭被中央清算的話 如果啊 那些餓粉也會被清算的 林鄭剩下了四十 好像三天的任期 四十幾天啦 那你餓粉要洗白林鄭之心 甚急 真是很不想林鄭坐牢的嘛 林鄭坐牢 你支持過林鄭連任的人 全部都很麻煩的 洗白林鄭最好的方法 就是污名化 所有反俄人士為黃絲 而我就是反林鄭最堅決的人 上面剛剛我再出了一個帖 他說高崇傑於10月9日 是替林鄭洗白 說林鄭被抹黑 所以香港很多人不喜歡她 而 四分三十秒很清楚的了 他說林鄭呢 好打得 有執行能力 雲雲 我認為高崇傑是用鑑制的方法 有意替林鄭助選 因而我開始批評高 和高決裂 之後呢 黑超就說我偏激 既然 即是我反對林鄭連任就是偏激 我亦和黑超決裂 歷史就是如此 並不容任何人扭曲散改 在這裡呢 我是展示了 這個高崇傑10月9日的片 很明顯 高崇傑和大波man 是掛勾的 但是壞波man和黑超呢 就刻意去漂白呢 這個lunch歌的 2021年1月20日 這個lunch呢 他在這個 置地廣場 國安法生效之後 是大聲高叫 港獨的語句 明明這個人呢 在當時呢 是多次 他們和他們拍完片之後 這個lunch呢 是繼續 去支持黎智英的 但是這幫人 高崇傑 sorry 不要說高崇傑啦 黑超和這個 大波man 就是這個 石房友呢 是漂白黃絲的 他們後面是有股勢力 叫他們漂白黃絲的 黑超是做過很多次 一會兒 一會兒就說 你不看姜濤 就是廢人 現在就說 你不支持lunch歌 就是 不寬容 什麼什麼什麼 他是在做很多這些政治工程 當時呢 我以為呢 黑超是愚蠢呢 我是沒有跟他翻面的 但是拖到他開口支持林鄭的話呢 我是忍無可忍的 我以為他啊 你黑超在政治上 理解薄弱 所以做些愚蠢的過錯啦 但其實不是的 是他們真是餓粉 是一向你黑超 或者是你高崇傑 是不斷去看一些漢奸 玩漂白 一邊說到你很愛國 一邊說你自己是私連龍場 但是另一邊呢 發放一些奇奇怪怪的訊息 等於說香港而已 他們都是一堆的 我罵說香港 為什麼會燒到高崇傑 然後為什麼會燒到黑超呢 他們是一堆的 他們這班人 實質上 暗女 名女 暗女做很多 洗白林鄭 或者是替一些黃絲 找一些降落散 漂白他們的工程 我是說事實 大哥 就是我不管了 我不說那麼多了 譬如說你黑超 和龍心做節目 龍心擺明就是說 喂 拿著個保安機在地鐵上播國歌 然後到處說粗口罵人 為什麼你不肅罵 龍心是要交化整個建制圈的 但是你黑超就要跟他做節目 龍心是什麼人啊 龍心是 他是一個性罪犯 他在香港人網十年前 是 跟他的女拍檔做一些節目 說一些情色的事情的時候 突然間 在女方沒有同意之下 兇襲人家 就是用安樂山之爪 握人家的恐怖 然後呢 女方覺得 會被你公開襲擊恐怖 不可接受 在直播節目 所以呢 龍心呢 是被告到坐牢 起碼罪成先 一個性罪犯 黑超就跟他做節目 洗白他 基本上就是要把我們整個陣營 搞到他的樣子很壞 黑超基本上是一個有動機 搞爛建制圈的一個尾碟 有條尾的蝴蝶 我是說得很清楚的 即是呢 又是罵他們 浪費了些時間 什麼都好 講一點六四 六四事件呢 其實說 整件事 在4月15號 胡耀邦死了 接著呢 隔一個星期後 隔兩天後 4月17日就有些人 已經在天安門留守了 接著呢 4月22日開始有人搞事 開始聚眾 又說見李鵬 接著呢 這件事呢 完全是看著 戈爾巴喬夫呢 訪問大陸去搞的 就想著在4月22日呢 要搞到呢 5月18日 戈爾巴喬夫走 那麼呢 搞了一個多月 當然就是 聚眾 癱瘓首都 講很多說中共呢 探戶腐化 什麼什麼什麼 也當時初初開放改革 有很多呢 西方人進入中國 進入中國的時候 哇 拿著很多錢 中國呢 被人這樣 中國人就有一種自殘形 的感覺 就是說 你們西方 那套制度 當然是比中國好 因為你們比我們有錢 這個是 可以說開放改革 帶來很大的衝擊 因為那些人民 看到別人有錢 就覺得 西方這套所謂的民主制度 就叫高級一點 共產黨這個 搞四個堅持 不做西式的政黨輪替 不做西式的這些 所謂的 民主 美式民主 就是在代表著專制獨裁 但是事實上 中國的制度裡面呢 有一定份量的民主參與 有人大 有政協 是作為民意的代表 執政黨可以在這些政協人大裡面 吸收一些民間的意見 可以做一些好的決策 而且執政黨呢 沒有輪替之後呢 他的表現呢 也都是 不斷有改善 但是呢 當時 在開放改革 初期中國國力弱的時候 西方這些顏色革命 隨著這些西方的人士 或者香港人士 進入大陸的時候 當然就衝擊到 喂 你們香港人這麼有錢呢 為什麼大陸人這麼窮呢 所以 就是不好的了 4月23日呢 接著就搞了個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呢 叫高智聯 繼續在這裡搞事聚會 就搞了整個月 啊 426就可以批評這個呢 是動亂來的 但是當時中央呢 是隱隱不發 知道你們target 要搞到5月18日 好 讓你搞 但是去到5月18日呢 戈爾嘉平夫走了之後呢 中共內部開始呢 就去談了 可以說談了就說 喂 你這幫人呢 不走 是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 接著李鵬在5月18日呢 見了這個 搞了整個月的這幫學生啊 裡面有什麼柴玲啊 吳爾開希之流 那麼當時呢 5月13日呢 開始了絕食 吳爾開希呢 就當眾侮辱李鵬 就說那些學生 絕食了5天就要死 但是呢 你如果5天呢 絕食呢 是不會死的 但是當時吳爾開希對李鵬 極之無禮貌的行為呢 就代表著呢 以羞辱中共呢 去否定中共的 呃 就是執政的合法性啦 所以呢 當時呢 吳爾開希的行為 的而且確 是令到這件事呢 是走到 走到 收不到課 所以呢 當時呢 中共內部當然就是 為到吳爾開希 這些這樣的行為 知道李鵬當眾羞辱 執政黨啦 這些學生呢 看來是不懷好意的啦 所以當時的討論裡面呢 趙紫陽就擺明了 包庇這些學生 趙紫陽是一個漢奸 包庇學生 所以呢 趙紫陽應該在那天 建完 李鵬建完學生之後 中共開會呢 趙紫陽的行為 事實上都是不能夠 令人信服之下呢 趙紫陽呢 在5月18日 就應該在中共內部的會議呢 已經失去權力 那當時 趙紫陽是老二 老三是李鵬 阿大老一呢 就是鄧小平 那但是問題是 趙紫陽去 縱容這些學生 搞亂這個社會的話 就看來 趙紫陽想利用這些學生 要奪取鄧小平的 最後權力 這個是我的認為 或者是這個 在歷史的看法來講 十成十是這樣的啦 當然啦 可以 等待將來的歷史會不會進一步 更加多的第一手資料啦 但是我認為 你作為當時的黨總書記趙紫陽 你縱容那些學生這樣搞亂這個社會 還要當眾侮辱李鵬的話 趙紫陽是雜無旁貸的 趙紫陽呢 在5月19日的凌晨呢 走去天安門廣場 勸那些學生走 但是同一日呢 這個 這個 傍晚時分 5月19日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 開始 李鵬呢 宣讀戒嚴令 在 明天呢 5月20日呢 就會生效 這個呢 就是歷史啦 當然啦 整個風暴 戒嚴令 這群學生應該怕的 但是這群學生呢 不怕 不走 因為他們要搗亂 搗亂我們的國家 說到這裡